嘿哈囉 嘿好 嘿哈囉 大家晚上好啊 好 那今天我們來玩我們第一次玩的農場遊戲 是一個休閒經營遊戲吧 應該是休閒經營遊戲 應該是啦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超期待的 太棒了 我好久沒有玩這種 算是菁英養成類的遊戲嗎 對 菁英養成類的遊戲 我那時候看那個遊戲的介紹 我超級期待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這個是 這個遊戲叫做帕莉亞 我看介紹他是一個可以種田經營跟蓋房子嗎 的線上遊戲 然後國外蠻紅的 但是台灣好像沒什麼人在玩 所以我超級想玩玩看的 因為很少人玩這個遊戲 好 開始了 會不會很大聲啊 我看一下 會不會很大聲 選擇體型 可以創角色 這是男生還是女生啊 這男生吧 我應該沒有認出這兩個的圖案 有點大聲 好像是創角色吧 我怎麼長得有點 黑啊 他是不是有點黑 等一下等一下 我太黑了吧 太白了 我們來用一個 這是農場遊戲嗎 我們來用一個 健康的小麥色好不好 健康的小麥色應該是 這樣吧 這樣子應該是健康的小麥色吧 好 臉型 臉型怎麼看起來都有點 我們還是創個好看一點的 因為可能這個角色要看很久 好醜 怎麼會有給那麼醜的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像有點失禮 這個臉怎麼都 這附近的這幾個臉怎麼有點醜醜的啊 這個也有點醜醜的 我覺得前面那幾個 喔 這個還可以 中間這一段這個臉的落差度有點大 好 那 這個大餅臉 大餅臉 好 這個好了 這個看起來比較順眼 看起來比較正常啦 比較正常 比較沒有太突兀的感覺 這是語音吧 我們選一個 中年的聲音好了 這怎麼這樣女聲啊 這個是男聲的聲音嗎 上面是女聲下面是男聲 我感覺是這樣啦 應該是吧 怎麼都像大叔的聲音啊 沒有年輕一點的聲音嗎 OMG 好 這個好了 這聽起來比較正常 這三個都是大叔的聲音耶 只有這個比較正常 好 就這個 好 頭髮 這是女聲吧 這個也不錯 這個也不錯 這個有點像 就是一個西裝頭的感覺 然後再來是衣服 衣服居然有這種那麼現代的吊嘎嗎 太現代了吧 好 我們選個 比較農夫風格的感覺 那來個黑白色這樣 有沒有正常一點的啊 這是熱褲耶 他應該是要一個那種 古代的農場風格的遊戲 但他的服裝把我拉回現實耶 那服裝太現代了 好 這樣應該可以 我選一套看起來比較 沒有那麼現代的服裝 不然我會覺得我好像 不是在玩農場遊戲 好 這樣黑色好了 OK 好 就這樣了 完成造型 創建或無法更改 體型 臉型 膚色 眼睛或聲音 喔 說不定有可以更改 他應該是這個意思 好 開始 有了嗎 欸 可以了 我開始了 來了 喔 蝴蝶 喔 他的畫面非常的 那種奇幻的歐美風的感覺 對 有點神話型的歐美風 蠻不錯的 我自己覺得啦 這是鳳凰 這人的膚色是紫色的 喔 喔 怎麼了 喔 欸這個整個風格很迪士尼耶 整個音樂都很像迪士尼會有的歌 就是那種 喜歡魔法的感覺 來了來了 就是我 未看仙材 被召喚出來的 未看仙材 召喚出來的 被召喚到這個世界上 哈囉 你怎麼是紫色的啊 喔 我的龍 什麼意思 你難道是憑空出現的 實說我不知道 這什麼啊 真的每個說話裡面有個 圖案耶 是屬性嗎 這個是什麼 水性思考人格 空氣型人格 火屬性人格 跟地屬性人格 哇這個 人格也有屬性 我們 我選個水的好了 那個溫和的 應該是這種溫和的 溫和的性格吧 選個水的 這是他的助手 叫做海客啦 喔這個機器人 你是誰 我是什麼 你是個古老的 古老的生物嗎 人類很古老 狗狗 怎麼有點像那個啊 有點像那個 薩達在遺跡裡面醒過來 然後在遺跡裡面探索的那種感覺 空白可以跳過 我看一下 按舒服的可以衝刺跟跳更遠 空白可以拿來跳 跳過障礙物 W可以爬藤蔓 好 明白了 雪舒服的可以跑步 試試看 哎呦 又跑 好了 然後空白可以跳 喔 好 然後這邊可以爬 喔 是不是有點LAG啊 是不是有點LAG 是不是有點LAG 你那個畫質我要稍微 後拉一點 果然是 調一下就可以了 好 GOGO 怎麼都沒有人啊 這是什麼荒郊野外 雖然說這裡是遺跡沒有錯啦 欸村莊 村莊旁邊就是遺跡 但村莊怎麼沒有人啊 這個村莊是 這個村莊是 有人有看到有人 這是人類耶 這是玩家 這是玩家 欸哈囉 你的髮型跟我一樣耶 哈囉 他的衣服差點跟我一模一樣耶 我剛本來想選這一件 他跟我長得有點像 看來大家的審美觀都差不多 完了爆炸了 欸回來了 這是出生點嗎 我怎麼還在這裡 我不是已經到村子了嗎 這地方才有出生點是不是啊 我每次都回到這裡耶 他每次都在重新 新手教學一次給我耶 你看這個藤蔓 這個藤蔓變好醜喔 我調到最低的畫質變這樣 哇 我整個人都變得有點醜醜的 這樣還卡 我就覺得應該是 別的問題耶 有了 快到了 這應該是我家了吧 我總該 欸 感覺是我家喔 對吧 這是我家吧 欸 回到家了 這是我家沒錯吧 欸 鬆鼠 喔好可愛喔 很荒嬌的家 霍爛不堪的家 遇到人脾氣了 這個是 地精 什麼 妖精 他耳朵是尖尖的 說你好 訪問好友 等一下 這個是 霍達里 哈囉 霍達里 能為我做什麼 來對地方了嗎 這是我家吧 如果你目前無家可歸 尋找一個家 那麼沒錯 他就是你的 欸太好了吧 沒有家住 就有人送我一個家 像現實也可以這樣 就把這邊清理乾淨吧 應該是這樣 烤蘑菇 我們來 清除家園碎片 這是我們家農場 目前只開到這樣子 這是要解鎖 然後我有這個鋤頭 是要挖這個 挖石頭 終於開始遊戲了 好 回去找剛剛的那個 那個 NPC 這裡 哈囉 發現奇怪的事情 喔 留著他吧 再見 拜拜 按Q跟E可以旋轉工作臺 先從熱鍵去選工作臺 喔 這裡有熱鍵 喔 然後把工作臺放在一個地方吧 看一下 喔 有了 要放哪裡啊 放門口好了 反正應該還能再改位置吧 先放這裡 可以製作物品 可以做這個木頭箱跟帳篷 好 我們來砍樹吧 這可以 這可以砍吧 我家是沒有房子是不是啊 我家沒有房子耶 滿了可以跟我滾蹲到 滾動到第二個欄位 看一下滾動 喔有耶 第二個欄位 我沒有房子耶 牧場物語不是要給 給玩家一個家嗎 我沒有家耶 我沒有房子耶 我只能睡農田耶 這是我的農田沒錯吧 我超可憐 現在看起來比較順 現在的畫質有點差 對 但是現在比較順 但畫質就是有點不好 他沒有給我房子耶 我沒有家可以住 我現在任務是要幹嘛 任務是要 那個製作一個儲物箱 好放置你的儲物箱 好 我們來做做看儲物箱 這裡吧 工作坦 儲物箱有了可以製作 做一個 他做東西有動畫耶 他不像創世神 做東西就是狗狗狗 他就出來了 他是有一個 他剛剛是有個製作動畫的 算做的還不錯 只是卡頓的問題 做的不太好 我放旁邊好了 放近一點 有了 工作坦上製作帳篷 放置帳篷 我們要看帳篷有什麼材料 帳篷這裡 需要25個木頭 再來挖一點木頭 很像minecraft對不對 很像minecraft 我也那麼覺得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種 就是minecraft的這種遊戲 但是其實我 不太玩minecraft 但是這種類型的我很喜歡 一開始minecraft剛出的時候 有玩一下 還有買他的正版遊戲 但很久沒有玩 蠻喜歡這種 建築 農場 跟 休閒遊戲 砍砍樹 把家裡弄得整齊一點 乾淨一點 這個是會砍一砍 矮的怪木蟲 應該要砍的比較少下吧 怎麼都要砍那麼多下 他應該要 他應該要 依照樹的大小 耐久不一樣才對 他好像都有一樣 大得不行 大得扛不下去 好 我們把這小樹砍一砍 欸 對耶 剛剛是叫我蓋帳篷 對不對 帳篷是我的家耶 我沒有房子 這個牧場物語 他沒有給我房子 我只有家 我只有帳篷 好不友善喔 可以蓋了嗎 帳篷有了耶 啊 我要住帳篷喔 太可憐了吧 欸這帳篷有點大耶 突然覺得帳篷其實 還不錯耶 蠻大的 我們蓋裡面好不好 我們蓋裡面 我們先取消一下 我們蓋裡面 我們把裡面挖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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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喔 把裡面 把裡面 我們把它蓋在這裡面 這個樹 石頭也挖一下 這裡 把這邊挖一挖 這個石頭也拿 這個木頭 木頭 我們 來 砍樹 欸我怎麼是這樣砍啊 他是砍得到的嗎 砍得到耶 好 好 就當作他的砍字範圍很大 欸我發現他 砍樹他會有痕跡耶 你看 這個樹他是有被砍過的痕跡耶 做的還算還算蠻細節的 對做的蠻細節的 但因為現在的解析度有點低 所以那個痕跡沒有很明顯 欸現在解析度有點低 好 清理的差不多了 我們來蓋帳篷吧 這個大小應該可以了 欸有了 好大一個喔 看一下這樣 蓋這裡好了 欸我有家了 雖然是帳篷 但是也是我家 太簡陋了吧 好啦還可以啦還行啦 但是我有點好奇耶 你看這個帳頭是 是用布做的嗎 用布做的 用布做的 但是我們做帳篷的材料 非常的不可學 我們做帳篷只需要木頭跟繩索耶 請問這個布哪裡來的 對 這部分有點令人匪夷所思 這布是哪裡來的 應該是要蓋出個木製的家吧 怎麼是布做的啊 畢竟我是用很多木頭 所以應該是木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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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